今天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臺灣總統蔡英文舉行會晤 會後還舉行了聯合新聞會 而美國媒體披露 就在2人會晤前夕 麥卡錫遭到威脅 與此同時 中共發布了在台海聯合巡航的通知 而美國不但亮出利器 北約也做出了回應 據福克斯等等多家外媒報導說 就在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前夕 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竟然向美國國會以電子郵件向麥卡錫和其他計畫 和蔡英文總統會面的國會議員們寄了威脅信 警告說中國不會做事 如果果真發生 將會有後果 負責聯絡美國國會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參贊李向寫了近4頁的電郵 警告麥卡錫和其他兩黨議員 和蔡英文會面將會有後果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九杯新聞》取得了這份電郵的副本 李向在信上威脅說 佩洛西去年訪問臺灣 引發了中美關係的嚴重危機 美方該學到這些教訓了 我必須指出 中國面對公然挑釁將不會做事 並將很可能會採取必要和堅決的行動 以應對這種不受歡迎的情況 不僅如此 在今天 福建省海事局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消息說 今天啟動臺海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行動 並配上了一幅包括整個臺灣島的臺灣海峽地圖和一張大型的海監船的照片 臺灣國民黨前國大代表 退役上校黃鵬孝在臉書上發了文章分析 中共的這些舉動顯然是一項有針對性的軍事恫嚇 文章分析說 面對中共強烈的抗議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表示 華府有就蔡英文過境安排和其他問題與北京進行了坦誠的對話 相信有助於緩和中方的反應 康達的這番話語當然是外交辭令 他說 所謂明確和坦誠的對話 翻譯成白話的意思就是 美國亮出了殺手錦來警告中共 不可以輕舉妄動 他分析 美軍在3月13日到3月23日 在朝鮮半島與韓國舉行了史上最長為期11天的自由護盾大規模聯合軍演 表面上的假想敵是朝鮮 但是 鑒於演習的地點 緊逼遼東半島還有山東半島 距離北京也還不到1000公里 勢必會造成中共的威脅感 尤其是在3月27日 也就是蔡英文總統啟程的前兩天 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包括多艘巡洋艦 還特別從南海趕過來 參與韓美海上軍演 而軍演的位置正好是在濟州島南部的東海海域 也正好是蔡英文總統鎖成飛機飛美國航線的下方 這威懾之意不言而喻 不僅如此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如果中共真的以武力犯臺的話 雖然不會觸發北約創建的第5條共同防禦條約 但是北約盟國會作出回應 值得關注的是 就在麥卡錫和蔡英文會晤的同一天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也到達北京進行訪問 德國記者戴達衛發了推文說 馬克龍與馮德萊恩一同在場是件好事 能迫使北京調整對蔡英文會見麥卡錫的反應 中共不大可能在兩位歐洲領導人訪問的時候 向臺灣上空發射導彈 據法新社的報導說 馬克龍5日展開3天的對眾訪問 這也是馬克龍4年來首次對眾訪問 法國總統府今天發布了公告說 馬克龍在啟程前曾跟美國總統拜登 長時間通話數小時討論中國議題 知情人士透露說 馬克龍預計將會在訪華期間勸說習近平不要支持俄羅斯 最重要的是 馬克龍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會勸阻中共不要向莫斯科大規模提供武器 今天馬克龍在北京後的首場演說中 他就表示 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密切 能為促成烏克蘭和平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與中國的對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他警告中共不要支持俄羅斯入侵的行動 否則就是共犯 據美聯社在4號的報導 在美國 日本 荷蘭聯手對中共採取了芯片出口限制以後 這讓北京坐不住了 不但對美國公司展開了報復 還向世貿組織WTO提出了關切 但是遭到了7國集團的打臉 德國之聲報導說 隨著各國加強對中共的出口管制 中共4月3日向WTO提出了關切 要求美日和澄清是否有簽署芯片出口限制協議 中共認為這違反了WTO公開透明的原則 據《樓頭社》報導說 今天G7成員國發表聲明打臉中共說 出口管制是一項基本的政策工具 可以應對軍事應用和威脅全球 地區和國家安全的技術轉移所帶來的挑戰 G7成員國還表示 會進一步擴大與非G7合作夥伴的合作 來增強供應鏈的彈性 美聯社報導說 近期日本曾宣布將會限制23種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 緊跟著美國對芯片製造設備出口實施了管制 而在早些時候 荷蘭也實施了同類的技術措施 這種做法重創了中共獲得科技出口商品的渠道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隨後對日本發出警告說 這麼做只會損人害己 接著數小時以後 中共政府就展開了報復 對美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展開了調查 並且還警告荷蘭不要效仿美國 美光科技是中國工廠的主要供應商之一 美聯社報導提到 中共政府很注重芯片的發展 認為芯片是科技戰的核心 而北京雖然有自己的芯片代工廠 但只能供應低端處理器 對於汽車還有家電等等領域 其他高科技芯片的供應 全面是倚仗外國的進口 而美國政府越來越多的對中共進行科技限制打擊 並聯合盟友對中共製造的武器設備技術進行限制 國際商業策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瓊斯他就表示 如果中共產業沒有辦法獲得下一代的芯片 或者是自己的製造類設備 那麼中國的發展將會在2025年或2026年面臨崩潰 社會也會變得大幅落後 在今年的3月份 習近平抨擊是美國阻礙了中國的發展 呼籲民眾要發起鬥爭 而北京對美國公司的報復手段仍然是非常有限 原因是中國社會仍然依賴外企的投資 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 到目前為止 中國仍然是每年要進口價值超過 3000億美元的外國芯片 美聯社報導指出 中共近期受到最大的打擊 就是被禁止購買荷蘭阿斯麥公司的獨家設備 沒有這種產品 中方無法提高生產芯片的水平 而製造處理器芯片需要美 歐 日 和其他供應商掌握的大約1500個步驟和技術才能完成 所以由於國際社會的聯手打擊 北京將無法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這讓中共惱羞成怒 為了配合應屆畢業生找工作 一般是在春季 中國各大高校他們會舉辦學校的招聘會 很多企事業單位會應邀參加 今年在一個校園招聘會上 KTV公主一職赫然出現 引發了人們的熱議 據大陸媒體的報導說 福建農林大學近日舉辦了校園春季招聘會 學生們發現有家公司竟然在現場招聘KTV公主一職 作為高校的畢業生 他們感受到了備受侮辱 4月4日校方發表聲明說 這是招聘單位臨時加到招聘海報上的 在提交資料審核時並沒有職位 並說設施單位已經取消了這個崗位 做了道歉 據報導說 招聘KTV公主是安西五州家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 這家酒店的員工說 他們招聘的是與餐飲有關的職位 當時拿錯了斬架造成了負面影響 他們已經就這件事情跟學校進行了溝通 據陸媒集穆新聞的報導 KTV公主這個職位甚至不能算是一個正經合法的崗位 從業人員並不是簡單的服務員 可能是提供陪吃 陪喝 陪玩的三陪服務人員 在一些不規範的經營場所 甚至可能會提供色情服務 因此設置這個崗位本身就涉嫌違法 這樣沒有底線的企業 恐怕學校不光是要將其拉入黑名單 更應該及時報警 如今這種職位也能出現在中國的高校招聘會上 可見中國就業難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日前在推特上還流傳了一則 女研究生在按摩店工作的視頻 另外還有一則反映找工作難的視頻 是原南方週末記者陳濤 她在3月26日發的 她說自己是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 失業半年多了 像硬聘出家道士 可是沒想到35歲已經超零了 人家不要 去送外賣 結果完全是拿不到單 廣東省為了解決就業難的問題 日前針對應屆畢業生還有在校的研究生 推廣下鄉 返鄉 新鄉的三鄉運動 組織這些青年下鄉幫扶 返鄉實踐 還要培訓他們提升新鄉的技能 說是要帶動他們下鄉就業 到現一級地區去創業 中國知名購物平臺拼多多 擁有超過7.5億用戶 但是被發現暗藏惡意軟體 侵犯用戶隱私 危害是前所未見的 據CNN的報導說 他們在收到舉報以後 與來自亞 歐 美的6大網絡安全團隊 還有數名現任或前任拼多多員工調查發現 拼多多軟體利用Android系統漏洞 存有惡意軟體 它可以繞過安全系統監控其他App 查看內容 閱讀 私信 甚至可以更改用戶手機設定 而且還很難完全移除 在上個月 谷歌以拼多多藏有惡意軟體為由 把拼多多下架了 芬蘭信息安全公司首席研究員赫佩根 他就曾經說過 沒見過App試圖提升權限 去閱讀其他內容的 這極為不尋常 而拼多多卻反駁了這個指控 說這些惡意軟體的漏洞 是用來監控用戶和競爭對手的 為了促進銷售業績 對此 臺灣法律科技協會的理事長加雅琪 4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他就分析說 發現拼多多蒐集用戶個人資料 安全漏洞規模之大 令外界驚訝前所未見 他說拼多多用戶量很大 而且能做的不只是可以追蹤使用者的資料 還可以追蹤使用者使用其他的App資料 以及更改使用者的設定 這超出了一般人認為的資安漏洞 擴大到其他的使用資料了 CNN還提到 在2020年拼多多組建了百人團隊 專門研究安卓手機上的漏洞 利用這些漏洞收集資料 這個團隊據說大部分已轉到跨境電商 海外版拼多多的相關部門了 而海外版拼多多在3月份 登上了美國購物類App下載冠軍 江亞奇提到 一旦下載拼多多很難刪除 他會在不知不覺中搜集很多用戶的資料 他建議趕快刪除 網絡觀察人士佐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拼多多和抖音還不同 TikTok雇用的是新加坡的總裁 使用美國服務器存儲數據 還要服從美國的法律和監管 但是仍然會發現安全隱患的問題 而拼多多是純中國公司 他的數據肯定是在中國的服務器上 如果中共國安情報部門要求提供客戶的數據 那麼拼多多完全沒有能力抗拒 所收集的數據一定會被中共政府拿到 所以拼多多的問題比TikTok嚴重很多 好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國際風雲 剛才我們有提到拼多多存在更大的安全隱患 現在可能大家都發現 只要我們上網 不管是在油管還是在社交媒體上 隨處會彈出拼多多的海外版產品和廣告 拼多多的產品是便宜 但是我們也知道很多是山寨的 假貨很多 那如果是您的話 您會使用這款軟體嗎? 請大家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我是小蘭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記點讚 訂閱 留言和轉發我們的節目 另外 我們希望您能留下您的郵箱 方便我們能夠及時的為您發送最新的資訊 以及優惠政策 相關的鏈接我們已經在留言區置頂了 請您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